这个侦探是真的服了 大半夜辛苦跟踪人就算了 不料天上还突然掉下来一个妹子 好巧不巧砸在她腰间盘上 刚想质问对方是谁 男主就发现手上传来痛感 然而妹子见状却让她不必慌 随即对男主的手释放了治愈术 活不其然下秒就不疼了 等擦掉血迹男主才发现伤口竞争的痊愈 经过一番询问得知 原来妹子名叫沙拉是异世界的公主 但因为国家遭到灭亡 所以才选择穿越传送门逃亡到了地球 为了确认沙拉所说属实 男主希望她能再展示一下其他魔法 殊不知证实这句话将会创造明天的热点新闻 此时的男主才明白过来 自己多少有点草率了 毕竟两个人的世界观完全不同 任凭沙拉乱来的话 只不定要引发什么大事件 于是急忙抱着沙拉跑路 回到家后 男主先是为妻准备了一碗泡面 随即思考下一步计划 看到窗外下起的大雨 她便心软允许沙拉在自己家睡一晚 但明天一早就必须离开 然而她却不知道请神容易送神来 沙拉人处无害地表示 走可以但走之前要清除男主的记忆 但消除记忆的魔法并不能精确锁定某个时间段 一般来说至少会消除两周半到一昆年的所有记忆 而且还不排除魔法失误变成废人的情况 闻言男主顿时就惊了 既然这样为什么非要消除记忆不可 但沙拉却是给出了超正经的理由 如果男主将她会魔法的消息泄露给相关人士 那就很可能会被抓走沦落为小白鼠工人研究 种种条件束缚下 男主只得选择屈服 第二天 两人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看着昨天引发的爆炸新闻 地球的食物虽说不难吃 但沙拉却觉得有点寒酸 刚提出想吃点好了 男主就以穷为由果断拒绝了 原来男主虽然有一家自己的侦探所 但员工家老板只有他一个人 因此能接的委托十分有限 尽管能养活自己不成问题 但为了攒钱招人才一直省吃俭用 不过为了尽快让沙拉熟悉这个世界 白天男主就带她穿梭在各大商场 采购生活物品的同时补充一些常识 到了晚上 男主就继续跟踪一次出轨的目标任务 但持续一周下来也没什么收获 而期间沙拉学习新事物的速度却是气快无比 为了早日吃上好的 他主动提出要用魔法帮男主进行工作 虽然飞行和隐身的魔法似乎很有用 但考虑到沙拉只是一个13岁小孩 哪怕对方说见多了后宫狗血戏吗 男主最终还是不打算让他掺和这次的外遇委托 好在没几天任务就有了进展 跟踪的对象一往反常来到了咖啡店赎起了钞票 本以为这是要给小三的保养费 怎料跟过去一看才发现事情真相 原来男人被社会混混抓到了什么把柄 所以才会定期被敲诈勒索钱财 虽然现在就可以回去汇报真相拿到报酬 但男主内心的正义感却无法做到见死不救 于是一脸微笑地表示混混能不能放过男人 然而混混才不听这些 其中一人更是抡起棒子就砸了果然 隔下一秒 此时男主还有些一脸猛逼 直到身后熟悉的声音将发唤醒 原来沙拉一直在悄悄跟踪男主 当了一回螳螂补偿后面的黄雀 让沙拉十分自豪 不过让她没想到的是 男主其实是个练家子 像这种级别的混混一个个打还是没什么压力 随后沙拉也是对另外两人完成了魔法捕刀 想不到小小年纪就这么会出现 这长大还得量 在两人混合双打下混混很快就被制服 接着男主叫来了警察处理 等录完相关口供后 男主也是买了一份半价的高级牛排 以此来犒劳两人 而经此一事 沙拉也想到跟男主一起接委托赚钱的理由 那就是她正处于长身体的时候 必须要赚钱吃有营养的东西 闻言男主不得不服气 而本作除了沙拉穿越到了地球 还有保护她的女骑士 两人之所以没一起穿越 因为女骑士主动留下来殿后 在清理完追兵后 她也对着传送门一跃而下 本想在城市先找到沙拉 可由于浑身血迹 直接被人们当成了危险人物 无奈下她只好先来到河边清洗 碍于过程实在劲爆 咱就快速跳过 凭借河里的与女骑士好歹不至于饿肚子 而在荒野求生的途中 女骑士还结识了一个好心的流浪汉 借着报纸和纸箱顺利度过了第一晚 见女骑士睡得这么香 流浪汉不禁感慨 明明桥洞上面经常传来汽车噪音 就连她也会不时被吵醒 莫非女骑士拥有成为流浪者的天子 就这样在寻找公主的同时 女骑士跟着流浪汉捡起了瓶子